我們看這題 這題的話 是說這個小尾 取相同的兩個燒杯A跟B 它裡面裝不同的質量 這兩個質量不一樣 這水 以穩定的熱源加熱 這兩個熱源的那個加熱速率一樣 相同的熱源 好 那麼則A杯水的質量 為B杯水的多少杯 測得水溫 這個是水溫的變化 跟加熱時間的關係是這個圖 那麼他們說 A杯水的質量 是B杯水質量的多少杯 好我們現在的話 就選一個什麼呢 相同的加溫時間 我們那個 這個熱源加熱的時間一樣的話 那麼你加進去的熱也是一樣的 也就是ΔH A杯 就是 加熱四分鐘以後的話 這兩杯獲得的熱量是一樣的 我們曉得這個加熱熱 等於M M就是這個 被加熱物質的質量 乘S S這個是水嘛 水的那個比熱是一樣 它乘以它增加的溫度 一開始它的溫度一樣 這個是溫度增高 那個溫度增加量 好那現在的話 你加進去的熱是一樣的 這個比熱也是一樣的 所以它的質量 所以它的質量 跟增加溫度 乘環比 也就是說你質量越大的話 溫度又不容易升高 就是說 M 它跟呢 增加的溫度 是乘環比 好那這樣我就想了 這個 A的質量 除以B的質量 就等於 B增加的溫度 就同一個熱源 增加相同時間 它溫度的增加量 除上 那個A A它溫度的增加量 好那我們曉得 這個B 你加了四分鐘 B的話 溫度 升高幾度 升高五度 A升高幾度 A升高15度 A升高15度 所以是1比3 所以你連A質量 就是 A杯水 它質量是B杯水的3Z倍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C